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那么今天礼拜一最及时的新闻 最及时的事件 指揮官跟各位来做报告 那么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那么联雅药 那么在我们台湾的一个食药署的审查 EUA没有被通过 所以请真的是觉得说 我们台湾的食药署 还是非常严格的一个状态 真的不是什么送到通通都会过 你看最早期的时候 国光生计就没有通过了 那么接下来是联雅药 EUA并没有被通过 准备要做第三期之后再给他 但是请各位留意 今天口头上先跟各位来做报告 请你记得如果联雅药 没有通过的状况之下 各位注意 我们台湾需要国产疫苗 目前总体数量 是需要一千两百万剂 那么现在政府跟高端疫苗 签了五百万剂 又跟联雅药签了五百万剂 那么联雅药没有通过的状况之下 今天第一段好像在播报新闻 但是我播报的新闻不一样 我会告诉你这个市场上面真正的变化 连雅药一旦没有通过的话 现在政府马上控出缺口 五百万剂的转单的一个效应 有可能 而且以后我们慢慢来找 因为只剩下它通过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很多东西是真的科学的数据 那么在一期的时候高端就比联雅药 那么联雅药就比国光生药来得更好了 那么到现在二期完的时候 还是高端真的达成 不过我真的觉得这个标准很高 要达成AZ疫苗抗体的1.69倍 哇天哪这个还蛮大的数字 那其实联雅药也不错啦 只是说没有像高端这么大的数字 更详细的数字可能要等我 节目完了之后 我去检查他们报告才知道 但是目前所知道的是 联雅药跟这个AZ比较起来的话 没有达到1.5倍以上的数字 哇天哪1.5倍 能够跟AZ一样就不错了 不管了总之台湾就现在是高端受益 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件事 也恭喜我的会员朋友 联雅药没过 高端可能更大的一个涨幅会上去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里面 你一定要能够真的如同行云流水 甚至现在行情是多空多变的状况 注意哦 我真的是想办法做出一个指标性的节目 真的是如果你看我节目的时候 哪怕我讲到的股票你根本没有买 但是我一定会给大家的方向 甚至我也不会说今天上来的时候 只是跟你讲我的高端疫苗有够强的啦 有够赞的啦 你赶快来参加 我更关心的很多事情 各位注意到一件事 作为一个好的节目 什么事情都要帮各位多看 我说5G啊 特别是包含NB跟手机 5G是排在第一个 需求缓和 这是上个礼拜四 股市现场跟各位谈的 等一下第二阶段 我会跟各位谈谈看 亲爱的投资朋友 5G啊真的是 你自己想想看 我连吃的都快没有啦 外面到处都是病毒啊 谁还在跟你建设5G啊 那同学们现在都要回来上学了 同学们现在都要回来上学 你也回来上班了 谁还在跟你5G视讯啊 所以第二阶段我要跟你讲说 假如啊 你有这些电子骨 什么5G 哇以前喊得多大声 你看好几台的老师 没有电子骨好像就讲不下去了 那你问一下他们的5G 现在都去哪里了 你问一下他们的5G 现在都去哪里了 有没有人敢告诉你的 我每个人不是手上都一堆5G概念股吗 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个股 特别是电子股非常弱的状况 有很多都跟5G有相关 这次 这下来不得了的事情 我必须要这么形容 很多跟5G有相关的 你不要说老师它是IC设计 你看一下IC设计 它经验做了半天 就是为了5G做的嘛 所以为什么我一定要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一下5G 你真的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在现在目前流行趋势里面 出了大问题了 我想这个部分 假如你有这一方面持股了 想办法赶快来找我 而且呢 今天的大盘真的有一点不太妙 又往下跌 得到这里来 真的是慢慢爬慢慢爬 那么你要想到从这里 就是要爬到上面去 这里已经1300多点要爬上去 台积电也不动 鸿海也不动 甚至连长龙好像也在那边 挣扎中的时候 各位没想过一件事 今天另外一个标题 当科技跟传产都不强 它一直没有破底哦 会不会升级股 母乙子贵是最强势的哦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下 母乙子贵可能是最强势的啊 那么现在第一个就可以跟各位讲说 你自己看看明天的云城 这是什么 这是爷爷 对不对 这是总公司啊 这是基亚 这个叫做母乙子贵效应 这三档我就直接公开了 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啊 这一档母乙子贵的效应啊 那么已经开始正式处分跟任劣了哦 所以请各位留意哦 接下来假如又是生技股要转强的时候 我说啊 你参加了那么多科技股的老师 反正一堆老师带你买电子股嘛 还一堆老师带你买钢铁股跟航运股嘛 其实这些我也都有做 你只是搞不清楚而已 因为其他老师都说黄继哲只会做高端 只会做高端就赢你了 还只会做高端 只会做高端就赢你了啦 看清楚好不好 该坚持的时候我就是坚持 我管你是什么政治人物 管你是什么大咖进来 因为这是科学科学科学 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我不要讲太多啊 打下来的时候高档我让你出 因为我知道这些人讲话一定会影响嘛 谁又带你进去了 谁又让你一口气七支停板 各位啊 106块钱上来 什么七支停板 三倍耶 三倍卷以外还有个五倍卷在这里耶 十倍卷了五倍卷 我说今天没有data病毒 我不会跟你谈这个好不好 所以呢 整个行情里面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 我们今天先从这里谈起来好了 各位看一下 来 不要讲太远 我们讲八月份 八月份我已经跟你讲 我不是只会做生计股 我是要做会涨会标的股票 这个已经正式到了开打了 认同度会上升 这是我第一个跟你讲的 第二个我跟你讲说 第二个这叫WD已经完成了 技术面也没有问题了 而且至少准备要回补缺口 你看现在已经开始回补缺口了 而且我说开打之后 认同度一定会上升啊 虽然我没有办法料到说 哎呀 这个联雅有可能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就在那个边缘 早上我还发一通口讯给我的会员朋友说 哎呦联雅的分数比较低 还是要注意一下下 基本上来讲的话 那么但是这个分数最高啊 那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 多少人在这种地方 反正就是 他从头到尾都就是不认同啊 那我不管他认不认同 那是你家的事情了啦 认同了来开打 加上政府来开打 基本上就已经七支掌力满了 甚至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有些东西真的你必须要去看公平的组织啊 各位看高端是名列 联合国啊 UNICEF 那么22家已经取得EUA上的行列啊 今天我们台湾讲一句实在话一点 这个A党可以骂B党 B党可以骂A党 但是这个可是联合国啊 这是大家所公认到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接下来你也看到美国跟日本 这个日本跟韩国现在也要采取免疫桥接啊 日本也要采取免疫桥接的一个模式啊 那连我们必须要这么说 我一开始比较不敢讲的学者 我知道陈秀卿学者是不是很公平的 但是总之呢他还是 他说现在日本跟日本英国还有韩国 甚至印度全部都是用免疫桥接的 你还要再讲吗 再讲的话那真的就是黄敬哲最早跟你讲对啦 我说2011年11月16号的时候 马英九总统朱立伦主席打的国光疫苗 对抗的流感就是用所谓的抗体比较 也就是我们讲的综合抗体比较法 免疫桥接啊 现在叫做免疫桥接啊 所以这两个打国光 这两个打有什么问题 现在他没得打了 现在只能他也去打高端了 对吧 这样大家有什么好吵的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来各位看一下 这有什么好吵的 那不然 我就我那天是不是跟你讲说 你的小孩子你有什么时候看过国光疫苗 把你的小孩子三岁的 我小时候我小孩子三岁打国光疫苗 你什么时候看过那个三岁的宝宝 找了三万个人或者一万个就好 算你标准低的一万个 拿来打国光疫苗看看几个死掉几个活起来 那你现在有坚持说 你一定要打赛诺飞疫苗吗 如果你没有坚持说你的流感疫苗 一定要打法国的赛诺飞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打莫德纳 我是不是这样告诉你的 亲爱的投资朋友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你要去看这个未来的趋势 疫苗本来就不够 包含流感疫苗它最后分了好多种 好多种的时候 我是不是告诉你说还好这去年赛诺飞跟我们台湾 法国跟我们流行是同一种 美国就不一样了 美国也不一定帮得上忙 而且高端你要听谁的 现在我看今天下午应该很多分析师又要讲高端了 我都不好意思讲说以前高端在被骂的时候 他们也站在那边骂下去 算了不管那么多 很多老师最近都是走这一套 第一次跟你讲的时候 你各位看一下这里 我还特别留下来给你看 这个2020年4月20号的事 当时才45块6 亲爱的投资朋友 去年 应该是今年嘛 去年 去今年2月4号 也就是农历的去年 封关之前我就106块跟你讲高端 7月看到没有 7月13号我还是跟你讲高端 看到没有 刚才的8月3号我还是跟你讲高端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有哪一次没有带你把它好好的做出来的 我说这是科学的数据 这是美国国卫院的一个疫苗 这跟莫德纳是同一家公司 同一个设计人设计出来的 这样子讲我看还是没什么用 最后一张法律要在这里 我看还是我先好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很奇怪 美国的莫德纳也不能讲说 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 为什么一定要把高端疫苗讲 这是跟执政党有相关的 请问一下难道没有听到说有几个 不好意思 这都政治的我都快讲不下去了 总之也是 你要买他的股票谁管你是什么党 你打他的疫苗 你管你是什么党 你只有活着跟死的两个而已 所以我常常讲说各位注意 由于疫苗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效果 什么效果呢 现在排名最后的 等一下我有机会再讲 排名最后的就是中国的疫苗 那如果台湾的疫苗被证明 因为台湾假如说证明跟第二名的 Novavix 往后再退个三名好了 第五名好不好 跟AZ 第六名是AZ 跟第六名的AZ 比跟第六名AZ差不多 那这个拿去可以拓展外交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是 有人故意要挡住他的一个气氛 现在先不要管那么多 总之有没有涨 那明天要不要跳上去 哎呦 拍共 他本来只有五百万计 现在呢 哇 说实话 我相信连高端的总经理 高端的这个公司的人 大概都没有想到说 哎呦 严格到连联雅都没过关 我相信他们也流了一身冷汗 这代表说我们国内 有一些专家学者真的很挑 我必须要这么说 真的很挑了 其实我跟你讲一个事情 但是我讲完可能 石藥署会打电话骂我们公司 很多生技公司老板骂石藥署骂死了 骂说真的是很机车 知道没有 我们去调查的时候 都有讲到这个情况 这个母瓶子贵 我想先跟各位 第一段我们先讲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 电子股跟传产股 但是请你记得 当高端这么一上来 当各位看到 生技指数反而是这里面 最稳的一个的时候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那么这次大盘一旦拉回的时候 资金你必须要找一个安全办 要找一个安全办啊 大盘已经破低点了 生技股破得更惨 不是生技股 OTC破得更惨 你会发现生技股 一直在打底的过程当中 所以请你想尽办法赶快跟上来 这里可能是你可以翻本里面 非常重要的机会 这一档母瓶子贵的股票 加上有高端来做一个 高端讲的是整个行业的带动 欢迎你 想尽办法赶快跟上 黄敬哲跟你讲 这档母瓶子贵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也谢谢所有会员朋友 坚持高端 坚持我们所看到的看法是正确的 跟上对的人 你就能涨停 涨停 再涨停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周周勤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舞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会里 待进待出 短线保固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坡短 双向获利 刷三线 02781 0909 2781 0909 周周勤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运达头顾黄老师 九大标舞要领 斩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会里 待进待出 短线保固长线 周周拼价差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终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至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我的节目一直坚持要讲 对所有人都有帮助的话 哪怕你没有参加我的会员 那么我这样讲 并不是跟你讲说 你就不要参加我的会员 这样当然也是不对的 但是我一直强调一件事 如果你在节目上看我的方向 看我的脚步跟节奏 那么就能够帮助到你的话 你一定会感受到 成为我的会员朋友 成为我的会员朋友 那么你知道的一定更多 我今天还看到有人在网路上 已经写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新闻了 什么高端还没有通过之前 就要先制造 所有的疫苗 尤其是紧急疫苗都是一样 因为还没有 因为你通过之后再制造来不及 所以还没通过之前 就已经制造了一大批 所以李亚今天就会很吃亏 因为他之前制造的 以后不能用 他必须要等到下一集的时候 再来做一个使用 那么高端也是事前先制造 制造之后 厂商要负责他 制造出来这部分的成本 至少食药署马上来给你要 指挥中心马上来给你要的时候 你能够供的出去 你不能等说 等你通过我才做第一瓶 他做那个全奈何 所以这已经是老到不能再老的新闻了 还有人再相信 那我也让他没辙 莫德纳不也是这样子 好了 先不讲那么多 那么当初有多少人 用这些不对的新闻 在攻击高端 我现在很直接讲了 有多少人用这些不对的新闻来攻击 你是分析师 那如果不对的新闻 你也拿出来讲的话 我真的不好意思讲 你们这些分析师 每个人来骂高端的 而且都是拿那些不对的新闻 来说的时候 那我现在只能讲一件事 那你需要你分析师吗 我干脆就叫那几个人来讲就好了 对不对 叫那几个名嘴来说就好了 你分析师一定是要审核过嘛 就像什么 来亲爱的投资朋友 当时有多少人告诉你 马上到400 将来会不会到 将来的事情 我必须要这么说一件事 我认为机会没那么大了 你说要谈到很高很远 我直接告诉你 我认为机会没那么大 但是是不是有机会谈个 那么0.618上来 我认为机会还存在 我现在话跟你说明白 但是我今天听到一个分析 我也听不下去 什么 哇我万海就带你卖在高点了 我长龙就带你卖在高点了 今天这个位置看起来比较稳定 我都带你卖在高点 那我真的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在想说 当时多少人在长龙跟万海还有阳明 直接从这里往上画第五波的人是谁 很多分析师上电视直接画第五波的 还会再涨 还会再涨 知道没有 还会再涨 一定第五波直接冲上去 现在呢 我说一句实在话 做节目 真的你必须要问着良心 真的你必须要要求品质 到了这个233块 难道你不知道什么叫乖离率 还是真的纯粹就是为了 乖离率知道吧 Auto B就好了 拿一个跑道来去 Auto B 乖离率就是指说离均线太远 大家追太高了嘛 对不对 不就是这个东西吗 跑去哪里不管了 总之乖离率 所以我就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我说光乖离率就回来几只啊 八只耶 然后这两天赶不好 也不敢跟你讲深进骨 我说现在是多空多变啦 不敢跟你讲航运股啦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啊 有谁会这么认真 那么真的带你下来 真的带你下来的拼啊 我说这现在要不要 没关系我就先给你看嘛 涨上去我就给你拼了嘛 没问题啊 那我也认为说 现在看起来似乎呢 比较稳定一点点 比较稳定一点点 为什么呢 大盘破低点 注意哦 大盘是不是破了前面 这个7月28号的低点 对不对 航运股有没有破 没有破 航运股没有破的话 那还可以忍一忍 我可以说不要关我的事 没关系啊 反正我空已经赚了 多了已经赚一点点 那没关系啊 大不了不要了 但是呢 该关心你的地方 我一定会关心得到 我说过当时我在空外面 我说我可以不空他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我做这个动作 是要提醒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电视好多人全部都做错了 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啊 很多人全部都做错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如果追高上去 你看这次有多少人 不好意思讲 那个财产折半 全部都折半在哪里 折半在航运三雄的手上 你看是不是刚好一半 一半之后我说会反弹啊 对吧 这233除以二是不是刚好116.5 各位看到没有来 一样啊 234除以二刚好也差不多是最低点了 这比一半还低一点点 有没有 我是不是这样告诉你的 所以有很多事情麻烦各位 然后我的本钱还在这里 我也不怕你知道了 跌破我就真的会走了 没办法了 基本上来说我的本钱还在这里 那天跌停板的时候买的 我就直接跟你说 会员抠去哪里台积电通爱稳定啊 看到没有 这个我也可以交代了 接下来这件事 还有时间的话我就讲一下 各位看到5G 5G为什么前两天 前一段时间那么强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 以前你的小朋友 天天在家里上课都不能 你也不能上班 所以那个时候标出什么 标圆展 那时候我也在陪你喊圆展 喊圆钢 记不记得 这叫视讯会议 然后等到这个病毒减轻了 你开始慢慢回家来上班之后 那么对 第二个阶段是不是标什么 标红基 因为后来想 我们台湾也严重起来了嘛 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严重起来 你看一下 红基最高点是不是刚好就是台湾 疫情爆发的最高点 它跟电子股刚好相反 开始标红基 那红基的大家一个人都买两台 像我的小朋友一人一台 平板电脑一台一台笔电 我们家已经五台了 四个人五台 那既然它已经生意不好了 接下来干嘛 接下来当然就是所谓的 还需要你5G吗 不用5G了啦 根本没饭吃还在5G 是不是 对不对 结果你今天才说 哎呦奇怪 怎么智邦怎么跌这么惨 智邦EPS也才3块多啊 3块多跟杨明怎么比 人家六分之一啊 你只有人家六分之一耶 股价是人家两倍多啊 所以各位有没有发觉啊 你要想到股价市场里面有很多东西 它其实是个环环相扣的 环环相扣的 对像这个奥运都已经走了 你才在那边跟他拼 对不对 有很多老师在做股票 我都觉得 你是不是有深思熟虑过 来我讲一讲不是生计股的 这是我家族做的 你说老师 你是有去拜大甲骂是不是 这不是你拜头的好不好 各位 各位没看到 陈其迈市长整天在那个 明霸克路桥那边走来走去吗 那南部大水之后 那些水管全部都冲坏了 要重建你知道没有 今天其实重建概念股 是不是我一直在跟你讲的 一个做桥的 一个做水管的 这也是可以啊 你千万不要等到人家 他已经砍了一塌糊涂了 你这个时候你才去看 看这个我告诉你也不见得有用啦 你去看那个数字 我觉得他不算认错 他一下子认对一下也认错 你也跟不完啊 那这个更不用说啦 这个今天晚上又有的吵了 我不骗你 一定有人说 你一定是优待高端啦 不然的话 为什么联雅没过 国光升没过 我老师跟你讲一件事 我多希望国光升也过啦 这国民党的 我多希望这个 这个也过啦 各位看到没有 我多希望他们全部都过 但是问题来了 因为当时来自于美国 国务院的技术就只有他了 所以你没话说 这是说真的 你们想过啊 我不是给你提醒过一天而已 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也不是给你提醒过一次而已 我说实话一点 后面这段会有这么 后面这段可能还比我想象的更强 因为这里计算是五百万剂 接下来哇不得了 变一千万剂 而且增加的话是一千两百万剂 我知道今天晚上有的吵 不管它了 总之你们怎么吵 反正我已经有七支停板了 你最厉害给我吵一支下来 不可能 现在你还要给我吵什么 对不对 我还有四十五块钱的 我们以前还有 现在有四十五块钱的 对不对 我说这是不是公平的讲法 你自己看一下 这全部都倒过来让你看 那不然的话流感疫苗也拿去丢掉啊 通通都是免疫的桥接嘛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 要各位注意哦 五平直柜 你们也发觉一件事 这次在骂疫苗 你很难听到 你很难听到这两个照片中的人 在骂疫苗 对不对 是不是 你们发现 都是那些 这两个人以外的人在骂 我没有时间讲 讲那个政治 讲政治不是我喜欢的 这档股票 母平直柜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抓住这一次 由高端所带领的疫苗 最重要的机会 那么现在目前是 万黑从中 要想办法找出一点红 请你想尽办法 利用这档母平直柜个股 涨停 涨停 再涨停 而且有电子股的 请你想尽办法 来 我尽可能帮你做持股体检 换到好的 甚至换到生计股 都可能是你最好的一个出路 请你跟着我一起 反败为胜 咱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 尽在运通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涨停 再涨停 运达头股 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涨停版 分担婚礼 待进待出 短线保护长线 周周拼价差 专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市场唯一 生计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 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 黄老师 当冲正宗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三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周周请努力